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哎呀我要做点功德了 要非常欢喜 我今天拖地板拖得非常开心 我今天念经念得非常的发喜 我今天听课 我觉得无上的菩提心在心中 因为我学了更多 我可以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只要你把这个思维 这个大乘的佛法的这种慈悲心的思维展开了 你展开了多高多远 那你是无量无边 那你就拥有了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功德 一个善事可以成为一个功德 同样一个人做了一件很大的善事 他也会变成福德 这就是你的境界 用有所住心去做 还是无所住心去做 这就是我们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所以希望大家菩提心自然的生出 不为功德去做 懂得放下 做了就放下 不去斤斤计较 人间的烦恼 体悟人生无我的境界 这就是你的学佛的基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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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